小美觉得很是奇怪 于是便上前询问女人需不需要帮助 可就在这时一阵阴风袭来 顿时一股腐臭的味道钻进了小美的鼻子里 那味道一场难闻 可小美看女人还蹲在那里 就想着奇怪的女人可能也闻到了这臭味 她蹲在那应该是为了找到臭味的来源 想到那臭味来路不明 热心肠的小美就想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谁知打了半天 警察那头一直战线 而当小美就想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小美在回头的时候 蹲在地上的女人突然不见了 而更诡异的是 刚刚刺鼻的柔抽味也消失了 难道那味道是女人身上的 而正当小美还有些疑惑时 女人突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小美的身后 小美被她吓了一跳 但见她还蹲在地上 小美就想扶她起来说话 谁知下一秒 女人突然浑身抽动起来 那幅度就像是12级地震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 小美被她吓得连连后退 但那女人似乎没有想放过小美的意思 一眨眼的功夫 她竟然顺移到了小美的身后 小美意识到自己这是遇见了脏东西 而接下来无论小美如何躲避 女人都能出现在她身后 但女人似乎也没有伤害小美的意思 她就是瘫坐在地上 嘴里发出类似牛叫一样的嘶吼 小美健壮又开始后退 眼看她就要逃离这诡异的女人 可突然女人动了 只见她疯狂扭动着身体逼近小美 然后死死踩住了小美的脚 而这还没完 只见女人用百米冲刺的速度 风踩了几百下小美的胶趾 小美连逃都逃不开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女人 缓缓地站起身来 这是恐怖的牛叫声 从女人口中发出 转身间女人竟撕下了自己的脸皮 小美当场吓鸟跑出二里地 谁知无论她跑出多远 女人都如同复古之躯一样跟着她 而就在小美即将崩溃的时候 多亏捧见了姐姐 那诡异的女人才终于消失了 哪知小美悬着的心刚放下 小美有些不明所以 看姐姐捂着鼻子转过身去 小美才发觉这一幕似曾相识 果然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从姐姐身上传了出来 原来打从一开始 身上有臭味的就是小美 她以为别人是鬼 殊不知她自己才是那个发臭的乐鬼